哈囉大家好我是凱文 歡迎收看Tech a Look 現在來開箱Nano XI的高塔式靜音機箱Deep Silence 5 好的 相信持續收看我們的粉絲們都知道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Deep Silence 6 我們今天開箱的這個5就是比6大概是縮小版而已啦 但是它也有相同的設計的理念在裡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OK 現在我們把機殼拿出來囉 因為Nano XI的機殼其實還蠻重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台它重達16.2公斤 那包裝裡面有一個使用說明書 而且它也是彩色內頁囉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機殼的正面 前面板它總共分上下兩層 然後把這個寶寸穩滋掉 我們可以看到都有這個簡約的打滋紋的設計 有沒有質感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上層的內側有隔音棉的設計 以及我看到Nano XI的LOGO還有重開鍵 以及4個5.2吋的安裝空間 它是利用卡榫式的來做安裝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有兩個風速的調節器 請記得我們來打開下層 一樣內側有隔音棉 再來我們看到有兩個14公分的風扇 打開的方式也非常的簡單 稍微按一下它就直接打開囉 然後我們看到前方有一個可拆式的濾網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裡面的風扇在更換的時候也是非常的方便 也完全都不需要螺絲來做安裝喔 你看到 裝回去 機殼的側板我們看到前方有這個散熱口 以及我們看到一個大面積的透明壓克力面板 我們把它撕掉 其實裡面也有一個保護膜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很富的電腦設備 再來我們看到機殼的背面 DEEP SIDE SPY它支援水冷 所以在後面最上方有四個水冷口 以及後方有一個14公分的風扇 以及風潮型的散熱口 這邊是主機板Io擋板板的位置 下方有10組介面卡闊充槽 以及一樣的是風潮型的散熱口 下方是電源供應器的位置 而正下方有一個可拆式的濾網喔 現在我們看到背面這一側也有散熱口的設計 我們看到其實它的背走側板 這個寬度其實還蠻寬的 所以你的背走線材的空間其實看起來還蠻足夠的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側板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 但是它前方也有散熱口 在機殼的正上方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前面板的上方有兩個USB2.0 跟USB3.0插口 電源開關鍵還有H666插口 機殼上方的後半部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地方 可以做兩個12公分或是14公分的風扇 如果你要裝水冷排的話 可以裝24公分或是28公分的水冷排喔 現在因為沒有裝任何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到有隔音材質 隔住了蓋住了這個散熱口喔 OK 現在我已經把機殼兩側的側板都已經拿起來了 在這個機殼側板的內側 有特殊的隔音材質 所以增強它的隔音效果 剛才我們有跟大家提到 另外一邊的側板 它有一個透明的壓克力面板 雖然有透明的面板 但是旁邊的一樣是有隔音材質的 好的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機殼的內部吧 這款高塔式的電腦機殼 它是主機板可以裝eATX大小到mini ITX大小主機板都可以喔 再來我們看到內側有非常多理線孔位 讓大家方便安裝 以及這個CPUPULAR它支援了18.5公分高的CPUPULAR 我們看一下這個5.25吋安裝的空間總共有4個 而且它內附了一個轉接卡 所以轉接架你就可以裝3.5吋的硬碟 機殼的底部我們看到這邊是電源供應器安裝的位置 最長應該可以裝到20公分的電源供應器 裡面還內附了一個24PIN的延長線 現在我們看到硬碟儲存方面 總共有1 2 3 4 4個模組化的硬碟安裝架 底部這個可以裝兩個硬碟 然後上方其他3個可以裝3個 所以總共可以裝11個硬碟儲存設備 然後每一個安裝架都可以裝3.5吋或是2.5吋的硬碟喔 我們看到底部我拿起來 底部這邊也有這個配件包在這邊 它是一個全模組化的硬碟安裝架 它是可以移動的 在想說這邊後面有個扳手 把它打開之後這個硬碟安裝架就可以抽出來了 所以依照使用者你的硬碟的多寡 你可以自己任意的來電換它的位置喔 像我們看到機殼的另外一側 其實它另外一側的空間大小還算蠻OK的 也沒有很大 而且它的側板 這邊側板也沒有做外圖的設計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非常多不同大小的 還有位置的預留筆線孔位 依照自己所組裝的這個主機板的大小 另外因為它有非常多不同的位置 所以你在拉線的時候就不會全部擠在一起 也不會很擠啦 可以分散這個線材 所以雖然它這邊側板是平的 所以應該線材也是OK的啦 弄得下去了 OK 好啦 現在我們在Deep Side-by電腦機殼裡面 已經裝好了各種電腦配備囉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背景也跟著換了 是不是非常貼心呢 好的 這次我們所使用的主機板是 微星MSI D87 G45 Gaming的主機板 再來黑暴鼻筷子CPU Cooler 以及四條GAL DDR3系統記憶體喔 下方是微星M3R9 280X的高階顯示卡 如果在後方的這個硬碟座架裡面有拆掉的時候 最常也可以裝33.8公分的顯示卡 如果把硬碟座架拿掉了之後 最常也可以裝到46.8公分長的顯示卡喔 下方是NZXT 700W電源供應器 在硬碟儲存方面這次我們裝了3個OCZ的2.5吋SSD 以及3個3.5吋的WD硬碟 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把部分的系統風扇改用了ANIMAX LED的風扇喔 我們在下方把硬碟座架拿掉了之後 改用了一個12公分的風扇 上方加裝了兩個12公分的風扇 以及我們把最後面的背面的風扇改用了14公分的ANIMAX風扇喔 好啦 這款ANOSIA Deep Sun 5電腦機殼 我們現在把側板都關起來了 在行動上面其實還蠻靜音的 以及它內部的理線口味設計還蠻好的 很多的口味 所以你在安裝各種電腦設備之後 線材不會太亂 以及安裝完了之後內部的空間其實還蠻大的喔 再來這款電腦機殼內部的風流方面 我們看到有一般的很常見的設計 前方跟下方的風扇吸氣 還有後方跟上方的風扇幫助排氣 而且這次我們在內部裝了非常多的風扇在裡面 所以整體提升了裡面的散熱效果喔 然後它這次的客製化方面我覺得蠻好的 它有四組可能拆裝的硬碟安裝架 所以可以依照使用者不同的習慣 不同的電腦設備來做個選擇來安裝 那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好啦 至於以上的介紹囉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請多多的分享 還有在下方留言 我們的影片下方也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 Google Plus的Tagel網站喔 記得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凱文 再見囉 掰掰